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讓我按規隆對客人來 你這個客人通越看越出閉 說來說去都滿有道理 笑臉給你那麼多問題 你跟我走轉的無奈起 一集傻死 歡迎收看 你是客人 靖倫 我們節目來到第三集了 你對福建人的傳統文化飲食習俗 還有anything 應該是很了解了吧 哈哈 我告訴你 少年我不是客人 但是我就客人的 everything anything 公眾也會笑 有話嗎 有話啦 不然你 放八粿來呢 放八粿來 八我是沒有啦 狗我是很多啦 狗不行 你放狗 我補八糟了 哇 很厲害啊 好 我告訴你 我問你 老早是福建人來到新加坡 比較多是站在什麼地方 HTB 你準沒有HTB HTB 古車水 說有人 不會笑 你說不會笑 第二個問題 我問你 福建人像傳統的樂曲是什麼 會笑嗎 就是不會笑 好啦 好啦 花花花 花花花問你了 你農作會笑 嗯 本地 福建人歷史最悠久的廟 是哪一間 廟 廟 不會笑嘛 你不會笑你不要這樣 這是什麼 五十步 笑八步 八步 五十步 笑八步 五十步 笑八步 八步 五步 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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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 許多民間的事物 大多通過廟宇安排 處理和執行 當年 福建人從祖籍地南來 以從家鄉帶來宗教信仰 並在定居下來後 陸續建造廟宇 坐落於直落亞裔的天福宮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由福建邦人士建立的 它建於1839年 是本地歷史最悠久的福建廟宇 它在當年 可是全島規模最大的建築物 天福宮先建時臨海 直落亞裔 在馬來文就是海灣的意思 由於天福宮 供奉的是霍航之神 天后娘娘 也就是媽祖 所以也被稱為媽祖經 這樣說你敢不清楚 阿水兄 你在這裡做工二、三十年 你沒聽過說 有媽祖顯靈的事情嗎 這是北廟宇安排的 那不是我們的問題人 那是外地暗毛的人 對 她們在大海 不然媽祖是另外一個人 所以她們來到新加坡 比較快來收買媽祖 但媽祖在哪裡 媽祖叫媽祖 天福宮所用的建築用材非常考究 所以據說當年花了三年時間才建成 哇 很古 她曾經經過多次修復 如今已被列為國家古蹟 哇 哇 這邊真是碧玉堂皇 真的 金碧輝煌 看一看 我想好多問題 想個問題 什麼問題 新加坡的福建人 然後這邊要叫福建人 而不是叫閩南人 對 還有 還有 就是這邊的福建會館 什麼時候成立的 服務的對象是誰 對 還有 你問對人 你問對人 我上知天文下知弟弟 考過博士沒有考上 你問對人 但是你問的這個問題 我真的是剛好問到我不懂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要問這個人 他就是福建會館的副會長 方百成先生 來 給我 你是福建人 我是福建人 對 你是福建人 我不是福建人 我是福建人的朋友 對 你是福建人 我是福建人 我是福建人 既然你是福建人 又是福建會館的老臣子 哈哈哈哈 你一定會知道 本土的福建人 為什麼叫福建人 而不是叫閩南人 來給你去問看看 早期新加坡的福建化 其實它分得不很清楚 我們現在所說的福建化 其實是以廈門化為主 廈門化以及周邊的一些 縣市 比如說 青江 安西 這個 詠春 包括金門 這些都包括在閩南裡面 這些語言就比較接近 那麼當時因為來 新加坡的這個閩南的人多 人數多 那麼他來自福建 所以就叫福建人 所以我們所講的方言也叫福建 那我們新加坡人講的福建 跟其他地方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有很多不一樣 經過我們的百多年的一個融合 我們也掺杂了很多本地的馬來語 包括有時英語也砸在裡面 比如說剛剛我們的馬路 馬路就是馬來語 馬路 巴薩 巴薩 菜市場 還有一個大家一定都會用的 鯉 鯉 因為我去台灣都不講鯉 他們聽不懂 台灣講什麼 錢 鯉 這東西多少錢 這東西多少錢 這樣是說隔壁 隔壁 我人家說隔壁 還有芹菜公片 細刷公 細刷公有根據啦 這就是比較不太 四散的意思啦 隨便細刷公 有一關這樣會說 我聽過無人說 我聽過細刷公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了啦 讓我們言歸正傳 說回這間具有歷史價值的廟宇 天福宮 早年我們的先輩男來 最重要的是 這些男來的新客 要有一個集中地 有一個集中地呢 他們才互相交流家鄉的訊息 那麼去哪裡呢 就當然最好的就是 他們信奉的廟宇 天福宮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福建沿海的這些福建人 都是拜媽祖 媽祖是保航海平安 所以這些新客來到新加坡 一上岸就拜媽祖 感謝媽祖保他們平安到 平安過海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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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你也懂 大概 這個廟宇本來只是拜拜的 我們近期天福宮 也注入很多文化的元素 它不只是一個古蹟的保留地 它還是一個紅洋中華民俗傳統的一個道場 是 好像每年的觀音旦就男嬰來這裡表演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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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像農曆新年 像元宵 我們就封錄彩接活動 對 那麼孔子孔誕的時候 我們有邀請學生 邀請這些文化團體來做 這個讀經 送經比賽 書法比賽 還有這個我們有這個六億的這個舞蹈 敬孔儀式 那麼就是讓這樣的一個地方 它有更濃的文化氣息 當年南來的福建人 除了到天福宮祈福 也把這裡當作是同鄉社交聚會的場所 所以天福宮也是福建會館的前身 當年福建會館就設在天福宮內 直到1919年才搬到天福宮的對面 隨著時代的改變 福建會館如今在福建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有所不同 在1986年我們成立的這個文化藝術團 文化藝術團有這個合唱團 有華族舞蹈團有這個少兒團 那麼最大的當然是少兒團 當然這個不是一個正規的教育 這個是一個輔助教育 但是以傳承這個中華語言跟文化 我們最重要就是營造一個這個非常自由的空間 讓孩子接觸華文華語 喜歡華文華語 就不討厭華文華語 就接著學習華文華語 那麼這個已經從86年到現在20多年 已經訓練出無數的小朋友了 而且有很多年輕人也很有成就 天福宮和福建會館的所在地 是早年福建人的聚集地 所以這裡的街道都是以福建話拼寫的 例如 福建貴 英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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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地華人當中福建人占多數 所以全島有不少街名 也是用福建為拼寫出來的 請問你知道有哪些嗎 清明大哥 你知道嗎 新加坡有什麼老名是福建人的名字嗎 我不知道 我六十歲了 我不知道 我是要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嗎 哈 人家說我是英文貴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 吳林酒港日 家酒港日 幼酒港日 宗 ח Casa得ue 阿滑 blo Hat 你叫阿滑坑路 阿滑坑路 阿滑坑路 波坑路 阿滑坑路 阿滑坑路 話以來說 在乎一條條到了 待有一個福建地 你看 啊 ули子北坑路 bien 但我不知道新加坡有多人知道 新加坡的老名等 用福建名的 不是嗎 牺 JW爹 六道 tha 他叫我們去吧 你看這是政府的名字 檸檬粿叫做檸檬粿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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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檸檬粿 對 檸檬粿 檸檬粿 難道是那個叫檸檬粿 檸檬粿 對啦 檸檬粿就是檸檬粿 你是檸檬粿 你是檸檬粿 竟然 我都會要嗎 餓了好多天了 剛好我們來到檸檬粿 我來介紹一攤歷史超過五十年的 檸檬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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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長龍 五十年了 從小吃到大 真的 一講到我就流頭水 我被答案了 我生死了 這瓶是肚子痛還是肚子痛 等我 新加坡人熟悉的檸檬 據說是五十年代 從中國福建廈門傳來的 經過了時代的變遷 天和不同人的改良 才發展到我們今天 所吃到的 新加坡福建廚米 老闆 來囉 很好呢 你是福建人嗎 我福建人 福建人 福建人 這樣你煮這個滷麵 有多少年了 五十九年做還要做 一九五九年 一秋五秋呢 我六歲 你六歲 我六歲 就開始了 這樣幾點開始 幾點 幾點 幾點要開始準備 五點 三至五點 三小時 三小時 五點 這樣四點就要起來 四點就要起來 有夠睡嗎 沒有夠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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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這麼久 這樣就有夠睡 剛剛看一大碗菜 兩塊半 真的是物超所值 這樣有錢嗎 賺錢嗎 賺錢沒有啦 賺錢 你一天賣幾碗 賺四五四百碗 四百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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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塊半 四百碗 一千 每人不要算 一千 一千半七百碗 五碗七百碗 一千 這麼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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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福建裸麵攤的配料 很豐富 有魚肉 五花肉 豆芽 五香卷等 但滷麵最重要的 當然是滷汁啦 究竟它的滷汁有什麼秘方呢 我這個吃了沒有滴水 我的滴水 我的滴水是什麼意思 沒有變水 沒有變水 它滷麵湯 濃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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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吃一碗滴水 對 這個滴骨在哪裡 我這個滷汁 滷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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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北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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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麵汁 這樣有比較貴的 比較滷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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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什麼 米粉麵 對 那個 阿姊要米粉 不是小姐要米粉麵 米粉麵 米粉麵 啊 米粉麵 一碗米粉麵 一碗米粉麵 兩碗米 兩碗米 有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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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說夠 我滴滴滴 夠了 太多 不說夠 5塊 5塊 不是賣兩塊飯嗎 賣餐料 賣餐料 我把黃靜雯煮的 對啊 小小 5塊算便宜了 整批料 啊 哇 這一攤 元春慈名滷麵 它會成功 主要 它的滷汁 滷汁 滷汁 不會太濃 不會太水 還有它的料 都總是很新的 肉 蚝肉 都總是很新的 實在 還有它的價錢 很便宜 對 很便宜 對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 這麼好吃 吃不膩 它獨特在哪裡 你說它獨特 有 鵝香味 鵝香味 還有呢 鵝香味 鵝香味 還有 鵝香味嗎 鵝香味 天氣又好吃 真的 真的 因為鵝香味 有新鮮的味道 對 所以 那個 滷肉 我跟妳講 你爐吃爐吃 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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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香味 爐吃 好 見 見 問 人 靖倫 你知道新加坡是個移民的社會 是 我們的祖先都是大部分 從中國沿海一帶 移民到新加坡 來到這邊當然要做事情 有的人就開店店 有的人開咖啡店 有的就掃頭殼 有的開銀行 真好有 但是後面來的 就比較機會少了 那他們會做什麼 會做比較辛苦一點的工作 比如新加坡的博船業 博船業 你講到博船業 我就想到60年到80年代 金門人把這博船業全部壟斷 真的 聽說有11間的苦力處 金門位於廈門對岸的一個小島 居民多以航海為業 當金門先民南下抵達新加坡時 也自然地就以海上交通業為主 今天兩位主持人要見的 哈啓郎 就是從15歲開始 便跟著父親在紅燈碼頭當船夫的 方 進來 來 進來 來 你好 方先生 你好 方先生 是 我剛剛握手就覺得 很有份量 很有力 很有力 方先生 你是好見人嗎 好見 好見 各位 金門 以前我們從紅燈碼頭起到老巴桑 就是每一間公司就管自己的範圍之內 我們自己的人才可以在這邊生活 你以前叫古里京 叫古里京 有金門人的古里京 通常是金門人 認真 無希望 寬人 我跟文在山 有童安 有關山山 有金門法 有黑鯊 就是 高里京一高 二頭就對了 剛才二頭 對不對 姓方的就是這個 對 對 姓圓的不可以進來 三角形也不可以 如果你要跳槽 你要先改你的姓 我们是在这个大厨抵狗 有的大厨抵狗就是外国游客 我们也送他回来西加坡了 那么工人呢 我们以前做鼓励 鼓励 鼓励再去船上 把那个船上的货卸在那个大厨上面 等一下我们就再饭给他们吃 给他们的货全部卸好了 我们再帮他们 鼓励到栽兜兜 栽兜兜来 以前我们没有时间的就是说 我们看到船 船几点进来我们几点出去 一天二十个小时一进来我们就出去了 新加坡最早的对立宝后了 就是他们了 我们是一路来 有时候我们在船上 好像有的大船在新加坡修理 我们一条船去就一个礼拜 我们都没有回去了 真的困在纯顶 困在纯顶 去到纯顶上去 又来纯顶接近 没有回来的地方走 对啊 你现在小时候还没船上去 船上就船不船了 辛苦了啦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难怪姓方啦 我十二岁前一年来赚十千元 十千元 六十二岁了 好啦 我不是真不 好啦 六十年来驾船一千 现在十一个晚才一千而已 我外面打工的经历才两百多块 你哪里 你哪里开得到 不是 开得到 怎么开那时怎么开 小船 给你小船 开到纯顶就没办法 那我小船 不说那么多了 一起随着方船长去游船河吧 刚刚听说以前开船赚很多钱了 我们的组织人也想学开船 这边大哥 人方船长是有几十年的开船经验 你以为一学就会啊 你没来生日子还生日子 所以你水上马达卡到后都三万 划车跟划车有什么没想法 划车 划车就停了 车呢 你放车就还会走 还会爽 车是爬水的 划车还是怕练的 车要看就没方 因为我们的车没那么近 这个车呢 我们算过这个车 我们不要说外面 我们车在新加坡里面里 我们开到 Full Speed 6knot 6knot 6knot也有比10k要快 比找到这都是可以12knot 找到这都比较快 我们跑路也跑得快 我们最快 我现在最快了 我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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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太快就比较快 这条河从以前是臭气熏天 真吵 真吵 一公里以外 我住在 过来我搬去那个厄格头 如果这个风向 吹一吹 往那边吹 往那边还闻得到 那河的臭味 你知道多么厉害 造年 新加坡河频繁的交通量 导致河道受到严重的污染 新加坡政府因此在1977年 发起了清理新加坡河的运动 经过10年的努力 清理河道的计划终于圆满成功 勃传业历经一段繁荣光辉的岁月 如今好景不在 已成了没落的行业 社会的成长过程中 有些传统行业 因失去其存在的功能而被淘汰 勃传业走入历史或许是必然的 这条新加坡河 还有一段动人的历史 过去福建人为这条新加坡河 做出了大贡献 付出了这么多 这么多鼓励金 这么多苦力为这些货运带来的贡献 然后带来新加坡繁荣 然后新加坡才经过几十年的变迁 才有如今这样子的面貌 你看 于伟师在这边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的历史 过去我们的前辈做出的贡献 尤其是很多福建人流的血流的汗 前人中暑 后人成了 是 新加坡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俱乐部 但是有一家百万俱乐部 入会的会员都必须有头有脸有份量 而且非得在社会上累积一定的财富 诠释 地位和名望才行 到底是哪家俱乐部怎么厉害呢 公公 姐姐 弟弟妹妹 咱们来看一看 新加坡有一间历史优求的华人俱乐部 叫做颐和轩 有百多年的历史 里面的会员都是富豪 这个俱乐部就是他们休闲的地方 可是他们对社会也做出很大的贡献了 没有错 所以建兵大哥 你也是其中的一位会员 是的 我就是其中一个会员的好朋友 我也好想成为会员 可以的 你的银行有没有一千万 差一点点 差一点 把万拿掉 一千 好 别开玩笑 我们说着说着就来到了宜和轩了 就这间了 来 我来带你先见一个人 他是宜和轩文化组的主任 叫李炳轩 是我的小时候的邻居 所以就是你刚刚说会员的朋友 这个会员就是他 我哪里只认识一个他 全部会员都是我的朋友 真的 真的 李先生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好 你好 您还在 还在 还在 依然健康的存在 黄敬文 你好 初次见面 你好 年轻人 不久后可能会成员会员 欢迎 这个会已经是一百多年了 是 这个一定要百万富翁才可以 对 这边基本上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是百万富翁不少 亿万富翁更多 一万 我元航刚好做了一万 就是看你怎么算 一万也是 就差那一点点 开玩笑 都可以 基本上宜和轩大多数的发起人 大多数都是福建人 哦 在我们新加坡华社里面 福建人占百分之四十 哇 所以基本上大多数最大的力量还是福建 成立于1895年的颐和轩 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之一 他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当年俱乐部成立的主要目的 是让哈 给人连到感情的 并且提供消息去处 但实际上 那个时候华人的社会公益 教育慈善事业 都集中在俱乐部商议筹化 各位想知道俱乐部的会议 有哪些大点的 村民和建人物一起看下去 哇 慈善家陈家庚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陈六十 哇 李光潜 颐和轩俱乐部呢 基本上啊 一些先驱人物啊 都是福建人 刚刚听李炳轩先生讲的 陈家庚老先生的这个历史啊 真的是丰功伟业 非常的辉煌 所以真的很了不起 那除了陈家庚先生之外 还有丹六十 陈六十先生 还是福建人 福建人 他们平常是都说福建人 对 说福建人 哦 真是说话 在新加坡做当人 不要说福建人 你就不是当人要人 连马来人印度人 有时候多少都会讲福建人 对 因为福建华是名言主要的方言 主要的语言 所以颐和轩可以说当年来讲呢 是这个富豪的富豪级的一个吃喝玩乐的俱乐部 对 但是不是只有吃喝玩乐而已 对 因为有伟大的报复 所以颐和轩自成立以来 除了在照顾华族福利 为中国圣灾 支援抗战等各方面发挥作用之外 对本地华人的教育资助也不遗余力 但是颐和轩呢 就是一个一娱乐一工艺的 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场所 是是是是 比较relax的一个地方 很多东西呢 就可以从relax中产生 对对对 谈生意也是这样 对 来颐和轩谈 可能成功率比较高 对 肯定的 而且在麻将座上 而且在吃饭座上 很多东西就很容易交往 是是是 开会呢 就也太严肃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传统 这就是颐和轩最大的功效 这些都是我们颐和轩会员的个人名字 这差不多是300多月了 300多月了 我还是更康康的 康康的 更座的 没有啦 我不回答了 我60月以后不回答 他会会会 我会会会 我会会会 我给你10年去拍 我一年贪 幾百萬 幾百萬 幾百萬早就好來申請會員 但是呢 是台幣 台幣 哇 真的這次來到那個 宜和宣 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讓我整個人就是熱血沸騰 我現在要馬上去 努力賺很多很多錢 成為這裡的會員 沒有錯 然後再回饋社會 有錢了不能自私 不能只顧自己 饮水思源 對不對 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 所以這邊的富豪Member都是這樣 他們都經常參與公益事業 回饋社會 作為社會的榜樣 一定要秉持著這邊的人 他們的思維 靖倫 不要說有好多忙給你介紹 有一個演唱會 你要看看 哇 像的啊 Michael Jackson演唱會 還是Winnie Houston的 你看我可以把你秀秀的送你下去 對啊 那個 這死了 糟糕 那你等一下介紹給我 會不會是那種老康康的演唱會 蛤 今天我不行了 我先走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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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年輕人就是這樣 沒有耐心 不是說去演唱會嗎 怎麼健兵大哥又到天賦宮來呢 原來這晚在天賦宮 將有一場特別的演出 表演的是在本地創立超過70年的 香林音樂社 他們每年農曆2月19 6月19 9月19的觀音彈 都會在天賦宮表演 為什麼要在新加坡最古老的福建廟宇演出呢 我覺得在這樣一個氛圍裡面表演 非常的適合藍音 因為藍音呢 它的這個表演是屬於比較細膩的 所以不適合那種大庭廣眾很吵雜的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很空曠很大 所以藍音還是適合比較中小型的地方表演 是最好的 然後又加上這些古建築 都是閩南的氣息 所以非常的適合 藍音 什麼是藍音呢 藍音源於中國閩南泉州的古老樂種 也稱為南曲 南管 據說藍音起源於唐代之前 因為非常古老 所以有人稱它為中國音樂史上的火化史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鄉林音樂社的成員 連大多都是二十歲出頭的笑臉 而且吼 無論是唱 彈 甚至化妝 哇塞 農總是咖啡來 YES 哇 八點不要表演了 七點還在化妝了 哈囉 嗨 你們好 會緊張嗎 蛤 不會喔 不會 你是不是學了男音之後 就變得比較穩重 有沒有這樣的影響 有可能 然後可能也是因為 這個圈子的人都會 大家都比較 比較成熟 對 Elegance 比較文雅 對 比較成熟也是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女孩子都沒有車子 大家都很失魂啊 坐在那邊 好像千金小姐這樣 這樣會不會失去了年輕人 應該有的活潑 會不會 一起來喊一下 大家就有那種 有那種勁好不好 來 鄉林音樂社 花啦 鄉林音樂社 花啦 Yes Good 來來來來 補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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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開演時間 來天福宮欣賞南音演出的觀眾 也慢慢湧進 好 影準比後 英國會就開始了 我可以找一個風水更好的所在 慢慢地閒嘴 在天福宮 在天福宮舉行南音演出 已經好多年了 古老廟宇配搭著古老音韵 一絲絲優雅的樂曲 迎繞迴蕩在古廟裡 情調老得讓人不禁泛起 絲絲的感傷 長期龍轉臨 光致一雅 這樣獨態的藝術氛圍 每年都吸引很多知音人前來 我是喜歡替他來演藝術店 但是他唱你就聽了沒有 聽了沒有 那你看那個歌詞嗎 歌詞還有一些螢幕上 螢幕上的歌詞 你看 這個曲 有聽不懂 什麼意思 你給他唸一 勸人要好像 不要忘恩負義就對了 他們那些女團員都是美女 還是你今天是來看美女 老實講 不要緊 哇 我換到這個火星 頭一次欣賞這個南音 這個音感真的很好聽 很慢 很漂亮 聽到我怕睡著了 好啦 這是我紮迷我睡了 抱歉 抱歉 來對百塊的觀眾 大家很欣賞 點點在聽 南音讚 你是客家人 見銘大哥 你女兒看那個演唱會好看嗎 好看 音感很漂亮 Fantastic Fantastic 但是我應該不適合我啦 比較老闊闊的 沒有啦 演奏者隆重是 帥哥美女 美女隆重 五六十歲 沒有 沒聽過二十歲 真的喔 對啦 哇 那是什麼演唱會來的 那個就是福建人特有的音樂 叫做南音 南音 蛤 南高音喔 不是 不是 啊 南的Baby 不是 不是 啊 很難唱的那種男音 不是啦 我跟你說 我的氣勢比較不少 我帶你去看你就知道了 好 很興奮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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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 那間 那裡 新加坡相鄰音樂社成立於1941年 跟本地其他藝術團體一樣 他一路走來不容易 幸好在主管的努力下 吸引一般笑戀囊加入 讓人不禁對這個傳統藝術得以傳承下去 感到欣慰和充滿信心 你好 你好 蓮老師你好 你好 九龍九龍 你好 你好 南音呢可能在古代的時候 可能他屬於這個文人雅士欣賞的一部分 但是後來他走入了這個民間嘛 也就屬於是大眾的文化之一啦 藍音呢就是有那些 早期從這個大陸移民到這邊的 他們就是說對這個相音比較熟悉的 然後他們就會去找這種表演 然後去聽聽這個相音 藍音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種類 他不但是唱他還有演奏 我們用這個泉舟話來唱藍音的話 他不像我們平時就是用通俗的語言這樣講出來 他有很多種讀音 所以學員在學唱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 語言障礙 所以要先訓練他那個泉舟話 對 在新加坡來講呢 通常是以英文注音 我也會用這種方法 南音由清唱和樂器兩部分組成 唱的時候以閩南語全音為主 所用的樂器主要有 動箫 琵琶 二弦 三弦 拍板等 老師 這個太簡單了 有沒有難一點 哇 夾了 哇 夾了 這樣子嗎 就是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好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再來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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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天才 要不要看庸才是怎樣 蠢才 這些 現在連最基本的都有一點問題 一人做一次 來一場PK賽 四保PK 可以 但是 Warm up先好不好 好 這個有點 到我 來 你手會抖 你知道嗎 你四支就抓得好 四支 好啦 你是這樣 你是用卡 好 再來 來吧 好厲害 四保玩笑的 這樣卡 等一下 好 請這個四保的演奏家來評論一下好不好 我五分為滿分 我得幾分 五分啊 五分啊 好 及格啦 三分 對 及格 及格在哪裡 我到底有什麼優點 三分還要優點 問一下吧 為什麼拿到三分呢 三分有缺點在三分 安慰一點 安慰分了就對了 好 口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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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學唱之前 必須要先讀 先讀 你只要會念這個字呢 你就會唱一半 好 我們跟著老師讀 好不好 跟著老師 動是動 好嗎 從前面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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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隔空 夢隔空 歌跳 不是跳啦 歌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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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的口音呢 真的是讓大家聽出耳 學 啊 啊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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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呼吸點都不太一樣 自唱一半 吸一口氣再唱 真的有點跟唱流行歌曲 道反 道反 我們就唱一句就好 對 床前明月光的轉句 藍音的唱法 好 好不好 咱來鼻子鼓就好 好 直接來PK 音樂一起來 GO 牛伴奏版 請 年輕長輩 請 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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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 哪裡下個歌玩 喂 風兒要吹動我的船花 吹什麼啊 哈哈 不是唱這首 Sorry sorry 是要唱床前明月光的船 啊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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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挑戰時間 我們來看看這一老一上 不 一大一小 誰比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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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清... 面... 一眼我公 我想說料料 夠實話 到你 到我了 我勉強交差 寶寶寶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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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 一眼 有眼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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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難喔 靖倫 主持這集的節目 你從中學到些什麼 喔 喔 喔 是的 你學到一件特有的音樂 南音 是的 我覺得南音是一個傳統的文化 非常的有趣 而且很開心可以看到很多年輕人 把這類的文化可以接傳承下去 是的 看到傳統文化有繼承人有接班人 我們覺得很欣慰 有嗎 你有吃魚嗎 你慢慢聞吧 我們的節目越來越精彩 千萬不要錯過 你是福建人 超棒 超棒的 超棒的 靖子 居然 超棒的 無盡